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悟空 你看那座城池是何地方 悟空道 师父 俺老孙都是飞来飞去 却也不曾到此处落脚 此时 只见前面树林中走出一个手持竹杖的老者 唐僧下马 尚且询问 老者还礼 道 必处便是玉华州 玉华王很是贤名 敬重僧道 爱护黎民百姓 师徒四人来到城里 只见街道两边商家邻里 人烟稠密 声音相貌与中华无异 街上市民见唐僧等人相貌怪异 争相观看 纷纷议论的 只听说有降龙扶虎的高僧 不曾见降珠 扶猴的合上 八戒听了忍不住 把嘴一拥 道 你们这些人实在是少见多怪 这一下 虎的满街人跌跌撞撞都往两边躲闪 悟空急忙将他扯住 笑得呆子快藏了嘴脸 师徒四人到了御华王府 唐僧让徒弟们在旁边的客栈歇息 自己拿了通关文碟 直接来到官府 求见御华王 御华王传指召唐僧进殿 唐僧势力一华 御华王命人赐作 唐僧呈上官文 御华王欣然答应 命人在文碟上牵牙印系 御华王又询问唐僧取经徒中见闻 心中十分敬佩 立即命人被摘款贷 得知唐僧还有三个徒弟在客栈等候 当即命人去请他们一同进宫用斋 当王府官员来到客栈 请唐僧高徒去王府吃摘息 八戒正在打盾 听见摘息二字 跳起身 跑出来打道 我们便是大唐取经高僧的贤徒 那官员见八戒的模样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苏悟空解释一番 又安排八戒牵马 沙僧挑担 随着官员来到御华王府 御华王见三人面目丑陋 心中也十分害怕 唐僧急忙言道 还请王爷宽心 贫僧三位猎徒虽然冒仇 却都心善 在唐僧师徒吃斋戏时 御华王回到后官 他的三位王子见到父王面色不佳 便围绕过来 询问原有 那三位王仔都是毫无争强之辈 听得死言 只当唐僧师徒是山里来的妖怪 当即身拳鲁袖 大王子拿了一条起霉棍 二王子抢着一把九尺爬 三王子使一根钢杖 便要去除妖 三位王子气势汹汹地来到前厅 贺问唐僧来历 唐僧面容失色 急忙攻身道 贫僧乃唐朝来取经的僧人 不是妖怪 八戒却只是埋头吃饭 有个王府官员躲在柱子背后 胆战心惊道 这是我国三位王子 八戒站起来道 莫非你们还想动手吗 二王子见八戒这般模样 撤开步 双手五爬 便要动手 八戒笑嘻嘻道 你那爬只好与我这爬做孙子罢了 八戒取出把来 晃一晃 金光万道 锐起千条 把个二王子唬得手软金麻 不敢误弄 悟空见大王子手持一根起霉棍 就从耳朵里取出金箍棒 化作杖二长短 尖立在地上 大王子丢了自己的棍 取报那棒 却如生根一般 用尽全身力气 也没能动摇他分好 三王子颇为鲁莽 就要抡起手中的乌游钢杖来打沙僧 沙僧一手劈开钢杖 取出降妖宝杖 抖了一抖 艳艳声光 纷纷狭亮 把三王子看得目瞪口呆 三个王子一气下拜道 先师 先师 我等凡人不识仙家手的 还请仙家施展一番 我们愿拜师 师兄弟三人脚踩五色祥云 腾空半空 离得月有百丈 使出满身招数 耍弄起来 只见锐气阴晕 金光飘渺 轰动了全城百姓都出来观看 那三位王子顿时轻心 急忙回宫 奏告玉华王 要拜唐僧的三位徒弟为师 玉华王听了 连连称号 第二天 唐僧师徒正要辞行 只见玉华王领着三位来施礼 请求拜在悟空师兄弟为徒 悟空等人闻言 忍不住呵呵大叫 当即应允 玉华王父子闻言大喜 那三位王子行过拜师礼 又请师父们将兵器借出观看 八戒 沙僧文言 便将钉耙 宝杖取出 斜靠在墙上 二王子与三王子跳起去便拿 就如蜻蜓骇石柱 正得红头赤脸 却没动摇爬 杖分毫 大王子又求悟空将金箍棒取出 悟空从耳朵里取出一根铁针 并声称死磅一万三千五百斤 铁针迎风摇晃 顿时化作腰身粗细的铁柱子 直直地树立底面 玉华王父子见了 都耸惧不已 众官员各个心惊 那三位王子佩服无比 诚心求教 悟空笑道 教也容易 只是你们无此神力 使不得我们的兵器 你们既然有诚心 可去沐浴焚香 拜谢天地 我先传你们些神力 然后再受武艺 三位王子当即沐浴更衣 敬心焚香 朝天礼拜 悟空找了监警士 画了钢斗 叫三人都敛心打坐 明目宁神 悟空暗暗念动真言 将掀气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 各传给万千金的礼 足足过了一整天 三位王子方才苏醒过来 一个个精神斗 鼓壮金墙 大王子拿得起金箍棒 二王子得动九尺爬 三王子举得起降腰掌 三位王子终究力气不足 捂弄了几回 便气喘呼 不能耐久 于是 三位王子想了个法子 来见三位师父 想命工匠 依着三件仙家兵器的款式 减轻金两 打造三件兵器 悟空三人听了 连声叫好 玉华王便宣召铁匠 采办钢铁万金 就与王府内前院设厂 支炉铸造 请悟空三人将金箍棒 九尺爬 降腰掌 都取出放在棚场内 看样制作 昼夜不停 这三件仙家兵器 放在庭院内 在夜间依然是霞光万道 锐气冲天 惊动了远处爆头山的 一个市境 这头黄尸精趁着夜黑 潜入王府 见到三件仙家兵器 不禁大喜 他趁机收取三件宝贝 转回山洞 却说那院中几个铁匠 连日辛苦 夜间都自睡了 等到天明起来 发觉不见了三件仙家兵器 不觉大惊 急忙跑来报告三个王子 王子们慌慌张张来见师父 叫道 师父们的三件兵器 昨夜都不一而飞了 悟空听了 还未说话 八戒却跳了起来 认定是铁匠偷藏起来了 要将铁匠拉过来打 吓得重铁匠只是磕头请罪 赌咒发誓 玉华王听到吵闹声 出来一问 也吓得面无人色 悟空却不着急 问道 殿下 你这周城四面 可有山林妖怪 玉华王道 城北有一座爆头山 山中有个虎口洞 附近时常见到妖怪出没 悟空叫八戒和沙僧 留在城里保护师父 自己先去探访一番 他辞了师父 一个金斗已到爆头山上 悟空在云霄观望 见这山中果然有些妖气 悟空正看时 呼听到下面的山路 传来言语声 急回头一看 见是两个狼头小妖 朝着西北方向走去 悟空摇身一变 变作一只蝴蝶 斩翅改上狼腰 他飞在那两个妖怪头上 飘飘荡荡 听他们说话 悟空听得 妖怪们要开定爬会 心中暗息 飞向前面 现了本相 站在路口 带那两个妖怪走近 使了一个定身法 把两个狼头惊定住 悟空在两个小妖身上搜查 出了二十两银子 又发现两个粉漆木牌 一个上写着刁钻古怪 一个上写着古怪西钻 悟空回到王府中 见了玉华王 唐僧等人 将事情述说一遍 又安排八戒和自己 分别变作小妖 雕钻古怪和古怪雕钻 沙僧装作范珠羊的商人 混进虎口洞 取回兵器 灭了山洞的妖怪 玉华王命人 买来几口肥猪和一群肥羊 八戒变成雕钻古怪的模样 悟空变作古怪雕钻钻 各将木牌插在腰间 沙僧打扮得像个范珠羊的客人 一起而赶着珠羊 直奔抱头山来 不多时 悟空等人进了山奥 遇见一个青莲小妖 左臂斜着一个彩器的请帖弦 与悟空三人打招呼道 我赶去竹节山 去请老大王明天附会 悟空问那小妖要请铁看 小妖见是自家人 就取出地狱悟空 悟空看完 仍交还给那怪 那小妖放回峡内 向东南方去了 走进洞口 有一群小妖正在门前玩药 见八戒赶珠羊到了 一拥而上 纷纷捉住那羊 吵闹声惊动了妖王 那妖王走出来问道 你两个回来了 悟空定睛观看 见那妖王是只黄诗经 便上前告 说这个范珠羊的商人 想留下观看大王的丁扒会 黄诗经也怕他回到 玉华州走漏了风声 悟空接连说了几句好话 黄诗经这才允可 沙僧急忙点头称谢 师兄弟三人进入洞内 只见正中间石桌上 分别摆放着金箍棒 九尺钉耙和降妖宝 悟空等人见到自哪里还能忍得住 都分别献出本身 抢了兵家兵器 兵器在手 一起发作起来 黄诗经抽身闪过 取出一柄四名铲 跳到半空 抵住他们三件兵器 这一场厮杀 从天井中逗出前门 站了多时 黄诗经底敌不住 吵了个空子 乘风往东南逃去 三人也不追赶 回到洞口 把那百十个小妖 全部打死 原来都是些虎狼标报 马路山羊 悟空使了个法术 将山洞里妖兽 生出极细软物件 通通带出 沙僧放火 八戒摇头晃脑 摇晃两个硕大的耳朵扇风 把一个藏腰那够的巢穴 煞石烧得干净 玉华王父子 与唐僧正在王府内等待 忽见半空中 丢下一院子死兽 生出极细软物件 悟空三人 跟着从空中落下 其声道 师父 我们已经回来了 玉华王父子连忙道谢 唐僧也满心欢喜 悟空笑道 那老妖是个金毛狮子 与我们站到天晚 拜往东南走了 玉华王听了 不禁又喜又幽 黄狮精朝着东南方向 一路狂奔 来到竹节山 山中有一座九曲盘缓洞 妖精到了洞口 敲门而进 小妖见了道 大王 昨晚青脸方才下书来请 你黄狮精只是垂头不已 怎么又亲自来要 黄狮精参见了九龄元胜 将经过叙述一遍 请祖翁替他报仇学耻 九头元胜笑道 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你怎去惹他 黄狮精百般求恳 九头元胜这才答应 给他报仇学耻 九头元胜当即点进 脑师血师酸泥白泽 府里团向诸师孙 架起狂风来到爆头山 只闻得烟火之气扑鼻 又闻得有哭泣之声 原来是小妖雕装古怪 古怪雕骨侥侥幸桃的性命 却在那里哭泣 黄狮精上前贺问 二怪是真是假 二怪跪道 秦泪头道 我们是真的 昨日被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定住 直到此时才到家 见房舍全部被烧了 故在此伤心痛苦 黄狮精闻言 悲从中来 叫道 我那个山洞 非一日所至 如今被这火贼突进毁 我却要此命作甚 黄狮精说着 跳起来要往石崖上撞头磕脑 被血尸 脑尸等死死扯住 苦劝方知 这火狮子精当时便纵起狂蜂 都奔御华周城而去 临近城池 只见那狂蜂滚滚 雾气腾腾 虎得那城外个乡人等 脱男邪女 都往城内奔去 有人暴入王府 御华王大京 悟空连声安慰 劝御华王命人关闭城门 安排兵盯上城看守 自己兄弟前去迎战 悟空师兄弟三人 驾起云头 出城迎敌 见那火妖精 都是一些杂毛狮子精 中间却正是那个 盗走钉耙的黄狮精 八戒莽撞 冲在前头 黄狮精见了 怒不可遇 上前菊产便打 两个方才交手 那挠狮精 抡起一根铁集里 雪尸精手持一条三棱筒 一起上来将八戒团团围住 悟空 沙僧急忙进前相助 又被那酸泥 白泽 团相 福利等妖精一拥而上 抵住不放 这一场敖战 直杀得天昏抵暗 不觉天色将晚 八戒累得口吐沾 脚下发软 虚晃一把 便要败走 那雪尸精一同打来 八戒躲闪不及 被打翻在地 脑狮 雪尸 上前把八戒 踩踪脱尾 擒了过去 悟空眼见八戒被擒 战况愈加不妙 便拔下一把毫毛 嚼碎喷浆出去 便做百十个小悟空 将那白泽 酸泥 团相 福利围住 擒下了酸泥 白泽拿住 福利 团相二精 却趁乱溜走 众妖精逃回竹节山 发现二世被擒 九头元胜大怒 吩咐地把猪八戒捆了 留他性命 待他还我二十 就将八戒给他 他若坏了二十性命 就杀了八戒长命 悟空将两个狮子 惊绑了 带到城里 悟空收了毫毛 同沙僧来见唐僧 唐僧很担心八戒安危 悟空劝道 请师父放心 我们把这两个妖精 擒下为之 妖怪断然 不敢轻易伤害八戒 第二天清晨 九头元胜 想出一个计策 叫来黄诗经 吩咐道 你们今日用群战之术 抵挡孙悟空 等我暗自飞上城 拿下唐僧和玉华王父子 先返回九曲盘贵栋 带你得胜回报 黄诗经领记 便掩着挠尸 血尸 团巷 府里 各执兵器 来到玉华州城外 高声叫战 悟空与沙僧 跳出城头 立声骂道 贼颇怪 快将我师弟八戒 送还我 饶你性命 不然 都教你粉身碎虎 众妖精 不容分说 一起拥来 各举兵器便答 这五只杂毛狮子 惊蝉住了悟空 沙僧 九头元圣 驾着黑云 飞到城楼上 张开血盆大口 摇头晃脑 唬得城楼上文武官员 和守城将士东倒西外 魂飞颇散 九头元圣 是个九头狮子 他趁势飞入城中 张开九张巨口 将唐僧与玉华 王父子四人 分别闲在口中 飞出城来 将八戒 也被他用口赶着 他对众狮子精喝道 我先去演 悟空心知重计 急忙拔下毫毛 便做千百个小悟空 一用弓上 当时拖到挠尸 活住了血尸 拿住了团巷尸 先翻了福利尸 又将黄狮精打死 却走脱了青脸 刁钻古怪 古怪刁钻三个小妖 那城上官兵看见 急忙开了城门 用绳把五个尸精捆了 抬进城内 悟空回到城内 还未发落 只见那王妃 哭哭啼啼 迎上来说道 神师啊 玉华王和我那三位王子 你师父都被勤去 这可如何是好 悟空急忙对王妃施礼 道 王后休要着急 我拿了她七个尸精 那老妖定然不敢伤害我师父 与王爷父子 带我兄弟去捉住老妖 定保玉华王父子平安归来 玉华王妃等人急忙下拜 感谢不已 悟空与沙僧驾起降云 不多时 已经飞到竹节山 两人降下云头 正在山头上查看 忽见那青脸小妖手拿一条短棍 在山路上挤走 悟空大喝一声 挥棒就打 那青脸小妖被吓得胆战心惊 连爬带滚的跌落山崖 两人一路追去 忽然不见青脸踪迹 向前又转几步 却是一座洞府 两扇花斑石门紧紧关地 门上横嵌着一块石板 可是个大字 乃是万陵竹节山九曲盘缓洞 原来那小妖跑进洞去 把洞门闭了 急忙去报告老妖 九头袁盛听了 忽然掉下泪来 气声道 苦啊 我那皇师孙儿死得好惨啊 挠师孙等 又尽被该死的孙悟空捉进城去 此恨怎声报的 八戒与玉华王父子 唐僧被捆在一处 正在满心忧虑 听见九头狮子精的话 不禁暗自窃喜 低声道 师父莫怕 殿下修仇 我师兄已得胜 捉了众妖 很快就会寻到此间 来救我们了 只见那九头袁盛 吩咐完众小妖 既不披挂 手里也不拿兵刃 大踏步便往外走去 悟空在洞前吆喝 见老妖大开洞门 静直向前 悟空 沙僧论起兵器 当头就打 只见那老妖把头一摇 九只血盆大口 同时张开 铺天盖地一般 瞬间将悟空 沙僧紧闲在口中 九头袁盛将二人拿回洞内 刁钻古怪 古怪刁钻 与青莲马上拿两条绳索 把二人着实捆了 袁盛又吩咐道 小的们 选经条柳棍来 且打这猴头一顿 与我皇师孙儿报仇血恨 那三个小妖手持柳棍 精辣条 鞭打悟空 悟空本是熬练过的身体 那些柳棍 只好与他抚养 不多时 柳棍便打折了 直到天晚 也不知打折了多少 待到夜深 三个小妖都睡了过去 悟空就是个顿身法 将身缩小 脱出绳索 从耳朵内 取出金箍棒 将三个小妖砸成三个肉饼 悟空收了金箍棒 上来给沙僧解开绑绳 那八戒在一旁见了 忍不住大声叫道 大师兄 我的手脚都捆肿了 倒不先来给我结绑 这一声 顿时惊动了群妖 酒头元圣喝的 是谁人结绑 悟空听了 急忙吹熄灯火 也顾不得沙僧等人 急忙挥动铁棒 打破洞门逃出洞外 老妖寻到廊前 见沙僧还站在廊下 被他一把拿住 照就捆了 又找寻悟空 但见几层门全部破损 知道是被悟空逃走了 他满心烦闷 也不去追赶 悟空逃出了洞 即将金头接地 六甲六丁神将 与山神土的照来问话 土地道 那老妖是前年下降逐杰山 乃是个九头狮子 好为九灵元圣 只有到东极庙阎宫 请他主人来 方可收服 悟空闻言 猛然醒悟 那东极庙阎宫的 太义救苦天尊 做起正是个九头狮子 便吩咐接地 神将同土地回去 暗中护佑师父 师弟及玉华王父子 自己却奔东极庙阎宫而去 悟空嫁起金斗云 来到东天门外 正撞着广木天王率领 天丁与吏士巡视 见了悟空 广木天王拱手相迎 问道 大圣何往 悟空急忙 还理道 安老孙又要紧事 前去妙颜宫找太义天尊 悟空进了东天门 不多时 一到妙颜宫 只见太义救苦天尊 正高坐在九色莲花座上 见了悟空 下左来相见 悟空将来由述说了一遍 太义天尊闻言 急令仙将到师房查看究竟 仙将到了师房 不见九头狮子踪影 师奴满身酒气 处于酣睡状态 被仙将唤醒 才知道已经酿成大错 那师奴到了中厅 叩头求饶 天尊道 孙大圣在此 且不打你 你快说 为何走了九头狮子 师奴道 我前日 在大千甘露殿中 借一瓶酒 偷去吃了 不觉沉醉睡着 没有拴好狮子 被他跑了 太义天尊道 那就是太上老君送的 叫做轮回穷业 你吃了该醉三日不行 天宫一日 凡事就是一年 这孽畜下降已经三年了 天尊便叫师奴起身 跟随自己与悟空下界降服师手 天尊与悟空 师奴 踏云来到竹节山 只见那五方接地 六丁六甲 山神土地 都来迎接 太义天尊让悟空前去所站 引九头狮子惊出来 悟空听了 手持金箍棒 跳进洞口 高声叫嘛 不料那九头元胜正在酣睡 却是无人答应 悟空性急起来 抡铁棒 往里打尽 口中不住地喊嘛 此时 那些铁匠日夜劳作 将三款兵器打造完工了 铁棒重达千斤 九尺霸与降妖杖 各有八百斤 三位王子大喜过望 各执兵器 都觉十分满意 九头狮子精追到外边 骂道 泼猴 哪里走 悟空立在高崖上 笑道 你这狮精 还敢大大无礼 不知死活吗 看你主人在此 那九头狮子精赶到崖前 只见太义天尊 在半空喝的园上 还不跪下 我来了 老狮子精认的是主人 不敢挣扎 四只脚伏在地上 只是磕头 弑弩跑上前去 一把抓住狮子棕毛 挥拳在尸头上 连打了百十下 口里骂道 你这畜生 如何偷走 教我受罪 那尸兽哑口无言 不敢抵抗 尸挪打得手三 方才止住 就将锦安 放置在尸兽身上 太义天尊器上尸兽 告别悟空 驾起彩云 回转妙言宫去了 悟空挥手作别 谢过太义天尊 悟空来到洞中 松了绑绳 将众人领出门外 八戒取了若干枯柴 前后堆上 放起火来 把九居盘横动 烧成一片焦土 悟空命八戒 沙僧分别掺着 唐僧及玉华王父子 施法术将众人送回周城 第二天 玉华王命人排摆宴席 款待唐僧师徒 又命文武官员前来作陪 悟空将俘获的六只狮子 荆棘黄狮精狮手 都移交给玉华王处置 玉华王十分欢喜 吩咐将狮子 包皮分肉 赐给文武百官 及满城军民 众人这三年饱受 狮精妖怪七领 文讯大喜 奔走香港 此时 那些铁匠日夜劳作 将三款兵器打造完工了 铁棒重达千金 九尺爬与祥妖杖 各有八百斤 三位王子大喜过望 各执兵器 都觉十分满意 唐僧又教悟空师兄弟 尽快传授武艺 没误了行程 三位王子各执兵器 在悟空师兄弟的 悉心教导下 学习各式招数 没过几天 三个王子已经武艺纯属 玉华王闻讯大喜 吩咐准备宴席 又命人取出一大盘金银 向唐僧师徒谢恩 悟空笑道 我们出家人 要这些财物又有何用 八戒嚷道 我这件衣服 被那些狮子精串拉破了 给我们换件衣服就够了 玉华王立即命真宫 给唐僧师徒 各做了一套衣裳 唐僧师徒收拾了行装 踏上旅途 满城百姓 感激唐僧师徒处妖之恩 称颂大唐高僧师徒 皆为活佛下界 每家都在路边供奉香火 敲着谷叶 家道欢送 玉华王亲率三个王子 几百官 将唐僧师徒 送出城外三十多里 一一作别 唐僧师徒继续赶路西行 与之后续故事 请看下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会